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菠菜里面富含大量的铁元素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常吃菠菜不仅能够缓解缺铁性贫血 而且能够很好的刺激肠道蠕动 促进排便,预防便秘 小孩子常吃,对身体非常好 咱们今天就用菠菜搭泡一把玉米面 来给家人做一份非常好吃的美食 先把菠菜一根一根的掰开 掰开以后再用流水完完全全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大碗中加入300克的玉米面 玉米面属于粗粮,常吃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用开水把玉米面烫一下 这样玉米面更加的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 给玉米面里边加入30克的淀粉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往里边打入一颗鸡蛋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吃起来口感更加的蓬松渲软 锅里边水烧开的时候,把菠菜下进去 快速地将菠菜倒入凉水中 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 菠菜变凉以后,挤干里面的水分 几个人多余的水,吃的时候不影响口感 放在案板上,把菠菜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直接放进玉米面里边 咱们再来切一根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薄片 然后切成细丝 胡萝卜里边富含那样的胡萝卜素 常吃对眼睛非常好 切丝以后切成小段 一起加进碗中 加入一小把虾皮 不仅可以提鲜,而且还能补盖 放上一点点盐 适量蚝油 再淋上一点点食用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收藏哦 这里是花儿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